好 廣告時間看到2492的華新科 被動元件的一個高價股的指標 在剛剛是出現了買單點火 目前股價來到今天盤中的一個高點 整體的被動元件族群 尤其是像是和聲堂 國聚 在今天早盤也是有領軍的一個效果 好 怎麼做盤勢進一步的解讀跟觀察 來請教現場現場環球頭褲的 陳宇農總顧問 宇農好 明天午安 大家午安 好 宇農看到現在指數呢 幾乎是在平盤附近了 所以今天在午盤時間 盤勢又變得相當的膠著 相當的黏人 撥空拉鋸的一個格局了 加上第二季 又是上市櫃 電子產業的一個淡季 所以呢 很多反而還是認為 第二季的旋鼓主軸呢 還是 漲價題材 因為今天包含的像是 南亞科代表的是低原的報價 可能還會上漲 矽晶圓代表的是 矽晶圓現在是非常非常的缺貨 連中國大陸的國家半導體基金 都有意想要跟中美基金呢 想要去併購它 這兩個呢 代表都是缺貨跟漲價的一個效應 那當然呢 在這個禮拜呢 也有媒體整理了一些 漲價題材的一些受惠股 可能這一波呢 欸 法人有先行來做買超的 上個禮拜如果以週漲幅來看 漲幅最漂亮的就是 剛在拉2492被動元件的 花心科 上個禮拜一週就漲了13%左右 今天續場的南亞科 上個禮拜一週也漲了13%左右 這個呢 都是法人單週有在做買超的 以法人買超排行來看 上個禮拜法人對漲價概念股 買最多的其實是 記憶體就是南亞科跟望虹 那另外呢 像是二極體 像是矽晶圓 被動元件 法人都有在做一些 卓量的佈局 有一部分的資金是去佈局水泥類股 第二季如果是電子產業的淡季的話 漲價題材股有法人的加持 真的股價會比較有撐嗎 我覺得說其實第二季 雖然說很多人會覺得說是電子業的這所謂淡季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但對於這個電子原材料 其實來講是淡季不淡 甚至是這個過去大家的一個想法必須要去做一個顛覆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第二季雖然說是在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消費性電子的一個淡季 但是很多的產品在第三季會推出來 因為有不管是蘋果的一個新手機 感恩節假期 一旦節假期 它必須要有些提前備貨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它必須要事先的 可能提早3到6個月去做個拉貨的一個動作 所以說原材料跟原物料 它會比整個所謂的一個電子族群 我們再提早大概是一個季度 就是說其實電子原材料這個部分 我認為是漲價有理 那當然其實在最近期的這個所謂的一個報價 不斷往上去做調漲的過程當中 它會發覺到誰漲價就漲誰 而且不只是漲了有例子 漲了也有面子 因為從整個業績的一個報表 我們看到最近其實公佈 包含像國劇 華新科 等等這些所謂原物料行情 都不斷往上的 帶動到整體公司的一個營運 往上去做推升 那其實從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觀賞 因為已經很多股票都漲上去了 如果說這個東西 它不是只漲一個月兩個月 它可能是走一個比較長期的 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來做個篩選 我們先看一下 這張土型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近期比較強勢一些 原材料跟原物料的概念 第一個就是在整個被動元件 國際的股價已經再度改寫 這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原本大家之前認為它要破低 結果公佈出來 財報很好 而且持續缺料 持續漲價的一個前提之下 股價往上創高了 那麼另外像南亞科這個部分 低潤 持續的一個報價上漲 加上說其實很多人講說 低潤這個東西 不是很多廠商都做得出來嗎 那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因為過去這幾年 低潤可能產業 整個所謂的景氣沒有那麼好 但是受到這個所謂 景氣呼喚反轉的過程 一好了 你不是說馬上要做低潤就有低潤 你這個廠蓋 到能夠去做個量產 可能需要兩年的這個時間 有時候其實這樣的效果 就帶動到目前台灣 只剩下唯一一家 這個立基型的記憶體 就是南亞科 所以它的走勢非常非常強 另外像矽晶園也是一樣 今天盤中 包含像中美金 台勝科 甚至像環球晶的一個股價 都往上去做推升 那當然其實這些股票 往上漲一個同時 很多人 很多同學會想說 那我不要去追這種高價 有沒有低檔低機器的 可以讓我們來做個篩選 那其實我認為說 從整個基本面的架構 我們就不用講太多 我們直接從技術面的形態來漲 看有沒有類似的形態 可以讓我們來做個觀察 我們就先看一下 這2408的南亞科 因為南亞科今天很強 我不是要帶去追南亞科 而是我希望大家從南亞科的角度去找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的體驗 大家可以看到 南亞科在2017年的9月份 10月份曾經拉了一波上來 拉了一段上來之後 它經過幾個月的一個整理 爆了大量之後 經過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五個月的一個整理 整理來到哪裡 來到前波的一個大量區 然後量縮之後 一補量就往上去做突破 最主要是因為有業績 有題材 形態夠強 就可以去做表態 那其實在這個部分 我認為玻璃 是最近大家比較沒有留意到的 那我反倒是說 這個部分大家可以去做觀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是廣東建濤 這個所謂的一個板材這個部分 他在今年的1月份 發了一個漲價通知 就是針對於這個玻璽部 玻璽紗這個部分 要去進行所謂報價調漲 那因為其實目前 今天整個玻璃期貨的報價 是往上漲的 玻璃期貨報價 已經準備要創下 最近這三年新 代表說其實玻璃 這個部分應該有機會 直接去做受惠 那很多投資會想說 那玻璃跟這個所謂的一個 原材料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很多的工業用品 都跟玻璃脫不了關係 我們從下一張圖形 大家就會發掘到幾個現象 第一個 你目前你所用到的 不管說車用 你所謂公控 還說所謂的一個基礎建設 甚至像PCB基板風力發電 其實都會用到 這所謂的一個玻璽布 玻璽紗 那他等級分為A級 C級E級 那其中在A級這個部分 最主要就是在工業用 包含像我們用到PCB基板 甚至像這所謂的一個 玻璃纖維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 汽車的一個應用 那因為其實在最近 電池很紅對不對 其實電池的這所謂 阻隔板 也是用玻璽布 玻璽紗 這種所謂玻璽級的 這種所謂的一個玻璃來做 因為他可以抗酸食 那其實這個部分 台灣的一個主要領導廠商 有兩間 一間是在最近期 公佈出來財報的 1815的一個富橋 大家先看一下1815的富橋 其實跟我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 南亞克的形態像不像 之前前面供了一波之後 帶出大量 經過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的整理 剛好回到什麼 回到大量區 那因為其實在最近期 玻璃大家比較沒有提到 但是你從網上 從整個所謂報價往上 從整個所謂的一個消息面 你可以看到 廠商在漲價 報價也在調漲 但是股價目前還沒有去做個表態 那這個部分我認為 未來就有機會 那我們直接從他的財報的一個角度 來做觀察 大家會發覺到 從季報的角度 2014年還是賠錢的 那之後一個季度 一個季度 開始往上去做成長 代表說業績開始好轉 那主要成長的一個動力 在他的毛利率提升 因為報價上漲了 營業利率 稅前機率跟稅務率 都往上去做個調整 那這個部分 可以去做個觀察 那麼另外一間領導廠商 就是1802的這個台波 那台波今年轉機性比較強 因為過去這兩年 公司都是賠錢的 但是去年的一個財報 非常有機會終結 這個所謂這六年的 這個所謂獲利的一個窘境 很有可能他去年的獲利 就會正式的由虧轉移 那我們仔細觀察到 他的整個型態也是一樣 之前一波供上去 出了大量之後 經過一個月 兩月 三個月 一個整理回到大量去代表是主力的成本 獲利面開始翻揚 他的營業利率 毛利率 稅前金利 稅後金 都開始往上去做成長過程當中 那我反倒是說 當大家都在講漲價的題材 很多的一個族群 開始一波接著一波往上漲 那我們就要去思考到 如果說這個題材持續發酵過程當中 有哪一些回到主力成本 最近其實反而在買的標題 反而是大家可以去留意到 低基期的一些標題 好 這是在漲價概念的部分 另外我們來評論一下 這個富士康工業互聯網 在大陸A股要拼IPO 拼掛牌的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看到禮拜六 郭董非常重視 因為禮拜五券商幫他開的說明會 讓股東非常非常的不滿 現場抱怨連連 結果郭董很有效率 他禮拜六馬上就開了 臨時的說明會 特別跟大家說明 他會換掉券商 要讓小股東人人都有機會 來參與這個FII 在中國大陸掛牌的一個紅利也好 或者是有機會 讓大家都可以抽到也好 那這也可以顯示出 大陸官方從今年年初開始 非常積極在造勢 頗有要為MSI納入A股 在六月份生肖 頗有要提前來 把這個市場做大的味道 因為他吸引了 鴻海集團裡面 最大支的 最大支的這個金基姆 就是FII到大陸去 IPO去掛牌 接下來繼富士康工業互聯網之後 又有一家估值千億的企業 也要進軍A股了 這就是我們最近有討論過 還有包含了晚上金錢報有討論過 搭上新能源車春風的 大陸的巨型獨角獸 寧德時代 因為最近大陸的財經媒體 都在討論 一個是討論這 富士康工業互聯網 獲得快速通關的審核 另外一個討論的就是 下一個被獲得快速通關的 是不是寧德時代呢 因為寧德時代 他現在已經是全球 動力電池企業排行第一的 也就是乾淨能源電動車電池 排行第一的 去年他整個市場的銷售額 就已經是佔比最高的 那他現在呢 他的一個規模已經相當的大 他去年的利潤是40億人民幣 他手中的資產是500億人民幣 市場給他的一個市值估值 大概是1300億人民幣 所以呢他很有可能呢 會成為A股迎接的第一支 千億級的電池產業的獨角獸 那到底什麼時候 會在深圳交易所順利的掛牌 現在還沒有時間表 因為市場把它攤開來看 他好像沒有辦法像FI 這麼快速的通關 他是走在正常的一個 這個申請軌道上 那最近有寧德時代呢 也一舉拿下了大眾汽車 200億歐元的一個訂單 寧德時代 再加上富士康工業互聯網 去A股掛牌的這個效應 今年有這麼多的大型的台資企業 可能都要搶的去登陸到A股 包含了大陸現在 寧德時代這個巨型的獨角獸 也要去登陸A股 這背後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 吸睛的狂潮呢 好 那我想其實 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寧德時代 他本身專門是在做這個 所謂的動力電池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階段來講 你今天盤面上看到 這所謂的一個正極材料 或是說這個所謂的一個 電池相關概念股 其實都是跟這個 所謂的一個電動車 跟未來的一個趨勢有關 因為也許說 我們不想去面對 有很多開車的人 會覺得說 這個從內燃機變成電動車 開車沒感覺 但是這是一個 節能環保的一個趨勢 那你說其實當這種 所謂的一個電能 在完全在取代的過程當中 他就會需要很多的 這所謂的一個電池的供應 那為什麼這個Tesla 他的一個出貨 Model 3沒有辦法有效去做出貨 其實最重要還是因為 你電池沒有辦法做的 非常的一個 規模的一個量產 那您的時代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一個 動力電池供應商 也就是說其實他在上個禮拜 拿下了這個大眾 也就是福斯汽車的一個動力電池 一個大單之後 那剛好 我覺得兩個都很有企圖性 一個是目前電池最大的供應商 一個是企圖希望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車的一個汽車廠 那我相信其實對於寧德時代來講 會有非常正面的幫助 那我們大概簡單看一下 這個中國離電池的儲能產值預估 從2012年到2022年的這個產值 大家可以明顯的觀察到 大概在2017年大概是64億左右 那一直到了2022年 他可以成長到141 其實每一年的年均負荷成長率 大概是高達15% 那代表說其實電池這個產業 不管你願不願意 他每一年都是有15%的一個正成長 那麼寧德時代 他目前就是中國第一大的動力電池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出貨量的排行榜 第一名也是全球出貨量排行榜第一名 那從這樣的角度 我們就要去思考到 那跟糖有什麼關係 如果說你要投資動力電池 大家可能第一個耳熟能詳 就在這所謂的一個正極材料 電池組裝等等這些部分 甚至在整個沽礦漲價過程上 會直接去帶動到 那我今天告訴大家 有一檔股票 其實他有直接投資到 就是寧德時代 就是剛剛其實寧樂有點到的 就是在鴻海 其實我們從整個寧德時代的一個 股權結構來做個觀察話 其實這字非常非常小 那我希望說大家從上網 應該也可以找到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文章 只帶我們看到重點在哪裡 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富泰華 這個他持股的比重1.18% 這是什麼 這是鴻海 他的整個轉投資架構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有一間工 叫富泰華工業 他持股大概花了10億人民幣 大概買了1.18%的這個股權 那他也曾經公告過 他花人民幣 每股大概是花了130.4372元 取得寧德時代能源科技 CATL 766萬 6525股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股權 總價值大概是高達11人民幣 也就是說如果說 未來寧德時代 會成為全世界的一個電池領頭羊 甚至最大的一個出貨員的話 那其實對於鴻海來講 當然他為了要切入到所謂 不論工業4.0 還是他切入到所謂電動車的組裝 其實對於鴻海 都有非常正面的一個加分 那我們就要回過頭來看 因為鴻海 大家把它跟電池概念股 去做一個兜在一起 好像兜不龍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大家就知道 如果說未來這個出海口出來 他供貨沒有問題 那我們先看鴻海的股價 大家會發覺到一個現象 過去這半年 鴻海股價都在跌 但從上個禮拜之後 鴻海的股價 重新的回到季線 帶出大量 但是我們從外資買賣 大家會發覺到一件事情 很奇怪 外資一路在賣 賣了這麼多 鴻海的股價都賣不下去 籌碼到底是被誰給接走 那我今天大概去查一下 在最後一段 從2月份到3月份 這一段整理的一個時間 我去查一下 買賣超這個籌碼 我發覺到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 大家仔細觀察 那個買超前10大券商 包含像富邦 元大 國泰 華南 永昌 紅圓 日盛 星光 為什麼要講這些 因為如果說我們在查一間公司 一個進出買賣超的話 你會發覺到 比如說像我要買股票 我可能就是在日盛某個點 他會講說 比如說松山哪裡 哪個點 會直接秀出來 通常這種寫富邦沒有寫點的 通常都是很大的大咖 因為他要隱匿他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 買進的這個所謂的張數 所以他要透過總公司 去做買進 代表說當外資把通碼 所以有人刻意在低階 對 外資通碼丟出來 被有心人士給接走 也說其實這剛好 符合幾個線 未來如果說紅海FII 真的上去了 估值如果說以之前的一個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 騎虎360 估值成長7倍 那紅海不要多 只要成長1倍 這個想像空階 就會非常非常大 那麼另外一個重點說 它的週期性 因為我們過去就講 紅海是蘋果乾淨股 蘋果乾淨股 第一季主體 第二季起漲 第三季建高 第四季修正 那其實以現階段的一個狀況來講 剛好是來到第一季的一個季底 那我認為說 其實以紅海的一個位階來做觀察 在今年的第二季的一個表現 大家可能認為是電子最大的季節 反而是值得大家 特別來做觀察的一個 重點的一個指標股 好 非常感謝雲農幫我們來做的一個 分析跟觀察